就是剛好在疫情之前 對 也是 順利進去一個職場這樣 說是說幸運也可能是苦難的開始 苦難的開始 工作之間有不愉快的事情嗎 Yamaha 普通地獄噩夢 這算是噩夢之類 普通地獄 好像在玩什麼遊戲 沒有不同版本 那你們主任過來怎麼跟他謝罪 那我們的主任就是在一個櫃檯裡面 就給他直接直接就跪下來 就這樣做 跪下來啊 對 跪下來 土下座這樣 對 土下座 你是親眼看到嗎 我親眼看到 大家好 我是馬之一 那今天採訪新一列 很榮幸邀請到一位新的朋友 叫做阿羅 大家好 我是阿羅 很高興的是大家 那阿羅之前是住在上海嘛 然後現在來到了日本生活 所以今天的採訪系列內容呢 等一下馬之一就會問問阿羅 就是為什麼要從上海來到日本這邊生活 以及他來到日本中間 又經歷了一些怎麼樣的故事 所以喜歡今天節目影片的內容呢 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哦 那一開始想先跟阿羅聊聊 就是你之前是住在上海對不對 那是什麼樣的一些旅遊器 其實就讓你決定離開上海來到日本這邊生活 其實我來到日本是比較意外的一個一個開始嘛 因為我在上海是大學畢業本科畢業以後工作了五年 邊工作邊報了一個日本的培訓班嘛 然後學了大概一到兩年的日本 那時候日本培訓班有一個說明會吧 說明會吧 不是說明會 當時我是在國旗裡幹嘛 幹的其實也不是很開心嘛 中國國旗你也知道就是那種 收入也不是很高 但是很安逸的一個地方嘛 你當初報的那個 學習日文的過程 是你工作需求嗎 還是單純自己的興趣 是我自己興趣還好 因為我喜歡看推理小說 我想學日本看看推理小說這樣子 那之後就加入了那個說明會 是對然後就去看了一下 感覺怎麼樣呢 他就是推薦一道日本不同城市的那個那個中介嘛 我就看了一下 然後自己發現自己心裡有一種很強烈的聲音 想說出來看看 我就回去跟我父母討論一下 其實不是很支持我 呵呵 不支持的原因有大概怎麼樣的 因為我出來的時候已經二十七八歲了嘛 覺得做一個男生的話 應該要準備成家利益了 你在這個時候出來就覺得比較晚了這樣子 那個時候日文程度大概怎麼樣 我那個時候其實學了一到兩年 一開始還沒有考以後 因為是臨時決定要出來嘛 然後的話說最低要考一個 考一個N3以上吧 那剛剛說到你父母就是好像不支持你嘛 你跟你父母是怎麼溝通呢 一開始因為工作國籍的話 因為收入是有到了一個瓶頸嘛 接下來的話要么就是考證 然後往上攀 我之前也換了幾份工作 其實的話就是上海 你知道它是一個生活壓力相對來說 比較比較高的城市 周圍的朋友 比如說大學的朋友啊 或者同事什麼 基本上都結婚啊或者什麼 那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想出來看一看這樣子 阿羅你是上海就是本地出生的嘛 就是說像你之間的朋友同學啊 成年踏入社會之後呢 選擇通常是怎麼樣 是留在上海工作 然後或者是選擇出國就這兩種嗎 絕大部分是留在上海 出國都很少很少 我媽同意就是說 我留學條件就 至少要把N2考出來 我N2考出來以後就來日本了 就這樣子 那你當時來日本的話 是在日本先念書嗎 還是直接工作了 我來日本的話 因為我雖然考出N2 但是中國式的那種日文學習 還是口語基本上是不行 所以來日本的話 我先讀了半年的日本語學校 然後又讀了兩年的專門學校 後來就是畢業以後就直接就職了 這個過程當中之後 應該日文就有非常大的進步了嗎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 也是有限的 但至少比剛來的時候要好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個語言學校 還有那個專門學校 基本上是外國人 除了老師是日本人的話 其他都是亞洲各個國家的 那想問一下阿羅 就是說你學日文的這些經歷過程啊 大概是怎麼樣的感覺 因為有些人他學日文 他對某些東西有興趣 某方面這些人他們學習就會很快 譬如說單純工作的話 他們可能就缺乏這些動力 你會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之前學日文的經歷感覺是怎麼樣 我一開始學日文的話 主要是看推理小說 但是因為國內有很多最新的推理小說 它沒有辦法翻譯成那個中文 所以的話我就開始學日文這樣子 你是因為沒有翻譯 所以你為了要看懂 所以你去學日文 那一開始也沒有說要學到什麼程度 就是因為我覺得日文 漢字很多都看得懂 我就覺得可能不是很難學這樣子 我那時候正好也離職了 正好在家裡學了大概一兩個星期 我就發現好像很難 真的很難 發音首先不一樣 而且我那時候已經20多歲了 我覺得這記憶力稍微也跟 就十幾歲已經有點差別 然後就還是覺得報個班 學這樣好了 就以你之前居住的上海城市來講好了 學習外語的比例需求是很高嗎 以台灣來講的話 大家全民封英文 從國小從國中高中 基本上下課補習 我們就是一定要去補英文 而在台灣的話現在也推行雙語教育嘛 就是對於英文這個外語看得很重 上海譬如說學習外語的話 這種感覺是怎麼樣了 上海的話那當然是跟台灣也是基本上很像的 我是其實從幼兒園開始就報班學英語的 但是怎麼說呢 他教育方面還是有些有些問題 就是說對孩子那種興趣的啟發 為什麼我想學日文 因為我小時候看過那個動物 不是動漫科幻 像奧特曼我不知道你們台灣怎麼翻譯 奧特曼那個顯蛋潮人 所以說這個嗎 對對這個 對對對 就這種 然後我很小的時候看 九幾年的時候看 他的那個主題歌雖然我日文不會學 但是旋律照著我都會能哼唱出來 阿羅當時也進入了日本的職場 我們也知道在日本的職場 外國人要工作找工作生存 其實不是這麼的容易 你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 你當時在日本工作也好 找工作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難忘的事情 我就值的話是2019年那個時候 因為疫情還沒有開始 說順利也只是相對來說的 其實也是參加過一些招聘會 那個時候你已經進入了那間公司 對那等於算是你也算是蠻幸運 就是剛好在疫情之前 對也是 順利進去一個職場這樣 說實說幸運也可能是苦難的開始 苦難的開始 工作之間有不愉快的事情嗎 YAMAHOTOGA 跟大家稍微分享聊聊一下 好的好的 是這樣的我是2019年4月入職的 然後的話 疫情是2019年底2020年初開始 然後是全世界的話就是旅客就進不進來了 我們這個公司其實是個傳統的日本家電店 它在那波開了一個很大的店 主要是針對英鎊的 應該一開始它開兩個小店做得很好 其實疫情來之前 它因為是剛開的一家店認知度 包括它廣告方面投入的也還是有限 2020年1月疫情不就來了嗎 然後完全就沒有人 然後我們那個工作的時候嫌到什麼程度 我每天要一個小時站在電梯的旁邊做AISAS 就這樣站一個小時這樣保持不動的 有人上來就坐電梯上來就要跟他說 GunjiwaGunjiwa YAMAHOTOGA 就一直重複這樣子 一直重複那時候店長是要求的嘛 然後的話一直是到2020年的10月份 他把我調走 你說你之後被調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比較好嗎 那個地方才是我第一的開始 在那個地方才是真正的地獄 比地獄還要厲害 普通地獄惡夢 這算是惡夢之類的 普通地獄 好像在玩什麼遊戲 那種不同難度的 為什麼會把我調走呢 那可能是因為他覺得我那個還可以嘛 因為有些專門做英鎊的人 日本本身就不是很好 他就把我調到一般的店鋪 在市區裡面 那是那個很偏遠的那個店 那個店 那個店當時就把我一個人 就一個外國人調到那個店 其實他全部是日本人 這是你第一次就是身邊周遭都是 跟日本人一起共事的 對對對 那你當時心裡有什麼樣特別的感覺嗎 我當時就是覺得自己 像一個趕死隊隊員一樣的 然後的話 實在不行 我幹個兩三個月就只能辭職 那實際上你到了那個地方 那些日本人同事相處的感覺是怎麼樣 比我想像的要好一點 但是工作的強度是大大超出我之前 到一般的店鋪你什麼都要幹 從你那個那個機器維修啊機器發注啊 還有甚至搬貨啊 包括各種各樣電機介紹 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 好像跟你的一些觀念啊 或是價值觀衝擊比較大一點的事情 確實有 老實說我從小看日劇 不是看日劇 看那個科幻片或者是什麼 日本人有個 那種說法 然後這只是感覺 你到日真正到日本的環境當中 你就發現 你的感覺和你真正體會到的 我就覺得人不可能一直工作吧 一直就是 客人多你工作或者什麼 完全沒有問題 客人少的時候你還是要不停的工作 我這個跟我的認知就產生了極大極大的偏差 就是工作上這些一些可能壓力也好 你當時在日本你是怎麼去消化它 我個人比較喜歡看書嘛 說實話其實一個人在海外生活 就是你的朋友圈或者什麼 跟以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也沒有這麼多的朋友 我只能通過書籍或者影像來緩解我的壓力 後來就是去年很榮幸的就找到我現在的女朋友 也能跟他說說話回來什麼 那個客人也不是我接的 他反正就是來買耳機嘛 然後買了個很便宜的耳機 然後他換過了一次 然後第二次來好像又用了一回合 不知道他是自己操作失誤 還是這個東西本身就質量不行 他好像就直接要我們的主人過來謝罪這樣 那你們主人過來怎麼跟他謝罪 那我們的主人就是在一個櫃檯裡面 就給他直接就跪下來就這樣子 跪下來 對 跪下來 土下座這樣 對 土下座 你是親眼看到的 我親眼看到 那你看到你當下心裡在想什麼 我在想這個太過分了吧 或者說日本人的這個怎麼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像不到 你們的工作等於說你們要直接接觸到日本的消費者 對對對 你在這過去的經歷當中呢 就日本的澳客多不多 澳客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說我今天消費了 我覺得我花錢 然後我比較有理的這樣子感覺 澳客 我們叫澳客 澳客的比例高嗎 就是還不少吧 真的不少 因為剛剛就聽你好像有很多的案例是 你們自己員工也覺得好像莫名其妙 對 莫名其妙 這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因為電器的話它其實日本這些年發展嘛 它其實也沒怎麼漲價 它可能價格的話 比二三十年還便宜 所以客人就覺得 一二十四年收你這個費用提供的服務是不一樣的 二三十年後 人家再來買購物 覺得你還要提供相同的服務 但是誰不值二三十年的話 就是利潤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但是他們對服務的要求是不變的 它這樣子 就這種澳客都比較 那剛有跟阿羅稍微聊到 就是你有說你的女朋友這件事情 女朋友是日本人嗎 對 是日本人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說你是怎麼跟你女朋友認識 還有就是你對於日本女生有怎麼樣的想法 還有一些印象 日本女生的話 那對中國大陸來說 因為很多以前看過那種愛情動作片 然後的話就覺得他們是語音上一般的存在 因為我打工的時候有接觸一些韓國的朋友 他們都找了日本的日本的女朋友 當時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是不是日本女生比較喜歡韓國人 這個公司就職以後 我就發現有些中國人也娶了日本老婆 但很少 台灣也有相對來說 整個亞洲裡面韓國比例是最高的 我真的是因為機緣巧合 剛就收到我那個很噩夢般的工作吧 但是我找到我這個女朋友也是多虧了這個工作 是因為我這個工作他讓我去不同的店鋪去支援 我就到我女朋友的那個店鋪去支援了 一開始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女生 我第一眼就覺得她比較端莊嘛 比較溫柔一點的感覺 因為去了好幾次嘛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這個女生還是不錯的 因為有一次我去販賣叫她幫我包東西 她就是二話不說就很快的來幫我包東西 然後我就在想能不能跟她有進一步的交流呢 你那個時候就對她有點意思了嗎 還是說就單純想先交流交流 對我沒有想要讓她做我女朋友 一開始就直接想對交流交流 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 我想了個什麼辦法呢 我就寫信 然後的話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 然後還買了一本書 我說這本書我很喜歡看的 就是我喜歡看的一本推理小說是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長頁 你這個方法還蠻特別的 好像就是很文青的那種感覺 透過信然後表達自己的意思了 那本書然後加在那個信裡說給她 我就跟她說 我就是我們交流交流看這本書的感想 如果你不想要的話 那就不用回我信 信是這樣寫的 我就等了大概一兩個月 終於等到回信了 兩個月 她真的是把那本書看完以後再跟我回信 真的啊 真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才會等到一兩個月 對 等了一兩個月 後來她跟我說她平常也不太看書 她特別是那本書看完以後才跟我交流 不過你當時真的 聽到她把這本書看完 然後跟你交流 你當時心情是怎麼樣 就剛已經說到的那個心情 我覺得 這說不定是我 桃花又來了 桃花來 春天來了 所以還多虧了這個惡夢般的工作 只能這樣講 來聊聊你跟她成為情侶之後 那你們之間最一開始的一些交流啊 都是從怎麼樣開始 因為你們兩個是不同國籍嘛 就是會先從 分享彼此 對於彼此的國籍之間的認識開始嗎 或者是文化上面的一些不同這樣子開始了嗎 一開始是先從書說起 先從書說起 對 給她一本書她看完了以後 我再去找了意外書 再去推薦給她 然後就一直跟她寫信 從通信大概持續了半年左右 我才進行第一次約會 剛剛也有說過 你之前也有其他的一些戀愛經歷嘛 那些對象就是中國的女朋友嗎 對有中國有上海市中心 有上海郊區的 有中國南方有中國北方的 來日本的話還有還有越南的 那可不可以稍微簡單聊聊就是 你覺得中國跟日本女生 有什麼樣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麼樣 就是中國人的思維的話嘛 就結婚以後或者戀愛的時候 首先要考慮對方經濟能力 或者什麼是把它放在第一的 本的話還是我父母 或者我爺爺奶奶那個年代 也不需要你有房有車這樣 他們就租房子也可以 大家可以一起賺錢這樣 不單是本 因為越南其實也是這樣子的 經濟方面還有擇偶方面的話 就比較不太一樣就對了 對比較單純 比較接近這種戀愛的 或者這種婚姻的本質 當然現在這個社會 那經濟能力也是很重要 但我覺得不是全部 那譬如說生活相處方面呢 有什麼樣特別感覺不同的地方嗎 因為你們是不同國家的人 應該多少都會有一些 文化上的差異嗎 也會有 但是我的女朋友真的很好很好 真的像夢中的仙女 她會站在別人的地方考慮 那這是傳統日本女性的那樣的人 對這個也有時候 也不一定是完全國際的問題 譬如說日本女生也是有不同的個性 對 你遇到個性很好的 有人可能遇到個性比較跟自己 有點差異 對 就有不同的這種經驗會分享 因為中國大陸的觀念就是 結婚之前同居這個事情是很那個 長輩的觀念好像確實會這樣 不希望還沒結婚前就先同居 不過現在真的是年輕人 因為也很常去不同城市工作 他們也可能會自己住房 教個另外一半 讓他來家裡住都常有的事情 因為我來日本一開始 先是經常喜歡去圖書館看書 那邊圖書館裡有一個老阿姨 她就是在圖書館裡 是在給小賣部裡面賣東西的 因為我那時候過來也很節約 每次吃飯就只買一個很泡麵 再買一個麵包這樣子就打發一個 因為我去的通常他會記住我 然後的話他會 每次過來他就是把他告訴我 泡麵的那個熱水在那邊 我那時候日語也不是很好 就完全就是跟他交流也沒怎麼交流 覺得我是一個比較親切的存在 對一個陌生的那種感覺 讓我印象還是很深的 第二個就是那個日本語學校的一個老師 他是在一個別的公司工作過 就是來日本語學校做兼職這樣子 然後會教我們很多東西 我那時候還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我們一起把那個老師約出來一起吃飯什麼 他們就他們跟我玩的也還挺開心的 就完全沒有這種國內這種師生的這種異性 這種這種芥蒂什麼沒有 我覺得真的是挺好的 日本人有一點最好的就是 歐內街什麼東西 拜託他們事情 他們都會很認真地幫你做 在中國大陆的話 你不太會有這種情況 但首先要確認 你有沒有對我有什麼好處或者什麼 或者你對我有什麼利用價值 人家不是這樣的 人家就是真的是很誠心的 覺得你是有求於別人 這點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還有一點就是剛剛說到寫信 我追女朋友寫 想到寫信這招 是因為我之前一個人到北海道去旅行 那個民宿也是一個老阿姨 然後那天晚上我到 他們在小樽嘛 想到外面去吃東西 結果那個小樽 因為疫情之間 遊客也不來 他晚上五點鐘就飯店都關了 就沒有東西吃 然後真的我不知道我在外面吃什麼的時候 那個民宿的阿姨給我發了一條短信說 我們家晚上做了東西吃 不知道你要不要來和我們一起吃 這同樣的事情 我就在以前在台灣旅行的時候發生過 白白請你吃頓東西 我真的是第一次 在大半我沒有碰到過這種事情 回去他真的是請我吃 北海道的那種大大的螃蟹 還有那種大的火塔爹這種 我真的是 我估計他請我吃的這個東西的錢 都比我住宿的錢要貴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他喜歡書 然後我就跟他介紹中國的江南 我生活在上海 我就跟他講 然後我就給他推薦中國的書 他很喜歡看書 然後他就真的去買了我推薦的書 後來我還把我自己喜歡的書給他寄回去 所以我就覺得跟不熟悉的人通信 我就是一個很那個 但是那是五四十歲的阿姨 這是年輕的女生跟他怎麼交流 我還是沒有確定性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靈感 這也是我覺得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就是真的 人與人之間還是真的要通過交流 才會知道說彼此之間的想法是怎麼樣 或者說你也經歷過了很多這些 讓你感覺好像處處有溫暖的 對 處處有溫暖 特別是一個人中很孤獨的環境 然後一點點的溫暖 就會讓你覺得這個世界很棒 很棒的一個體驗和回憶 那上次有跟阿羅有聊到過說 就是你對台灣也有一點相仇的感覺存在嗎 可能台灣的觀眾如果沒有跟中國的朋友 或者去中國旅遊啊 或者曾經有交流過的話 比較難去想像說 為什麼好像就是中國人對台灣會有相仇的這一部分呢 當然台灣是各個種族 還有很多國籍的人一起形成的一個國家嘛 那能不能請阿羅稍微聊聊看 你自己對於台灣相仇者的看法是怎麼樣